第八章 我們要講到其他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施政的作為 第一個我們的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已經動工了 明年底可以完工 我們最近要辦第二次的公開 讓大家來申請 這個是指出租 不是要賣的 需要的大家都可以 還有房間都可以來申請 因為它的租金會比市場上面便宜非常的多 大概在一半或者多一點 幸福住宅的第一期那天已經辦理了選屋了 很多人經過抽籤然後經過篩選抽籤 現在他已經開始來挑選房屋了 他要的房屋了 我們第一期要蓋三百戶 那現在也還有一些空餘 我們準備把當時的候補的也請他來辦理 那我們也幫我們的民眾去跟洽財銀行的貸款 最多可以貸到七成 而且是1.6到1.8的年曆 非常低的利息 讓大家盡量都可以能夠來負擔 擁有自己的房子 實際在去年開始幫助我們蓋 九所學校的老舊教室的整個改建的工程 他們投入了六億多 投入了六億多 那已經在前幾天辦了聯合的落成啟用典禮 我們非常感謝 一次投入六億多 議員們很清楚嗎 這種錢中央不補助 如果要靠縣政府自己邊預算邊六億多 那要變幾年 但是這些老舊教室不能等 這個很多的教室 是以前我爸爸當縣長的時候蓋的 四五十年 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這次真的是 謝謝慈激這樣幫忙 可以幫我們改善了 你看整個校市煥然一新安全 但是我們自己 縣府這邊我們也同時 公部門也在努力 我們也跟這個教育部爭取 補牆 這個修繕補牆的這樣的經費 105年我們做了八個學校十一棟 接下來未來三年 我們還要再投入2.2億 再去做更多學校的補牆 修繕的這個工程 我們在這個我們的兒童公園 就美術館對面那個公園 這個花了四百多萬 啟用的這個油氣設施 也很受到台東孩子們的歡迎 也已經在使用了 國際地標 這個鳥巢跟旁邊那個 這個扶手 那個引道的那個扶手 被颱風吹壞的 很多人在講 到底是什麼時候你們才要修 各位 這個真的是 我們要花自己的現意算來 但是到底要怎麼修 才符合大家的意思 我們現在準備請公共藝術的這個藝術家 來做筆件的方式 看看藝術家們有什麼感覺 要不要藉這一次機會 把那個用竹子呈現的方式 要整個改變掉 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就讓藝術家來幫我們做專業的這個判斷 我們在進行當中 珍貴文化遺址的這個保存 這邊提到的八仙洞 各位八仙洞是三萬年人類遺址 非常非常珍貴 全世界都沒有幾個 可是過去大概沒有好好的善用 被廟宇佔用的情形非常嚴重 其實我當現場的時候開始清理 一個洞一個洞清 現在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都達成了 我們幾乎全部把它清出來 這一次的前瞻計畫裡面 我們也提報希望來幫助我們八仙洞 讓它變成是一個國際級的遺址公園 裡面有運用最好的這個科技的設備 然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 不管是人類學的這個考古家 或者來觀光 等個帶動我們海線的這個產業 然後我們的舊的議會 現在這個台中縣議會也正式移撥 給台中縣政府來管理 將來還得想辦法找經費這個來做修復 其實歷史建築要去認定它 劃定它是做歷史建築很簡單的 問題是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頭大了 歷史建築你要去修 而且那個修都要工要很講究 材料要很講究 那個都要花很多錢 然後修好了以後做什麼用 都總是問題 所以設定歷史建築 有的畫得很大聲 應該這個要歷史建築 那個要歷史建築 全部都歷史建築 好 再來呢 就像我們很多地方都要說 這個是古蹟 然後要保留保留保留 保留有管理維護嗎 有錢嗎 能夠做什麼 不知道 這是台灣現在面對的問題 我只是把它提出來 在藉著這個機會 台東藝術節持續在推動當中 佳品如草 我覺得這個節目 從我當現場以後開始推動 100年我們開始推動 從一年只有四場到現在一年十幾場 佳品如草 真的是對整個推動台東的藝文氣息 有很大的幫助 今年有一個最不一樣的做法 演藝廳的二樓200個位置 我交代文化處不賣票 那200個位置 全部免費提供出來給各個鄉鎮公所 台東市以外的 各個鄉鎮公所 所有的學校提出來申請 你只要申請我位置就給你 然後他們就帶著民眾 就來參觀我們的 這個是為了讓偏鄉 也能夠享受到我們頂級的 這個藝術表演 已經在推動當中 各位議員跟大家報告 也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們這個教育術今年首度推出的 這個美感教育季 也如火如荼的在進行當中 成效非常的好 我想我們持續在做 今年我們台東縣的全中營代表隊 我們的孩子很棒 今年這個參加比賽 比去年還要多拿三面金牌 總獎牌數全國牌第六 前面贏我們的都是五都 五都是人口是至少台東的十倍以上的 最少都比我們多十倍 但是我們還贏過台南市 這是我們孩子的表現 當然我們的很多很用心的教練 我們都一併在這邊要來感謝跟肯定他們 原住民部落大寫持續在推動當中 我們的課程越辦越好 今年我們有很多創新的一些作為 這個給大家做參考 另外我把我們對高齡友善城市 對老人家的這個照護的 他的分佈圖也讓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點都是現在已經有的 而且我們原民處的 這個部落文化健康站 現在26站 今年的目標要推動到40站 還會再更多 還會再更多 我們希望這個 每一個部落都要有一個健康站 然後我們富幼安全的 我們托育中心 我們的資源協力的中心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等等 也都陸續這幾年 不斷的再建置起來 給大家做參考 富康巴士我們從105年 縣府自營的兩輛委外十輛 到今年我們總共 因為投入更多的經費 我們又從中央補助到 又爭取到三輛 我們今年可以投入到 19輛的富康巴士 不只是要把它的能量提高 預計可服務的人數 可以從過去的28000多 提高到今年要到35000多 而且我們要建置一個APP 它是一個智慧的派車系統 這很重要 所以以後 讓富康巴士派出去以後 不會說 我這部車今天就載這個 去哪裡回來 其他要使用的人 就已經派出去了 沿路可以共乘 可以併用的 我們都會把它納進來 這樣的一個派車系統 馬上我們也在 剛剛跟創客的都連結在一起 我們都可以來把它建置起來 讓派車系統更有效益 也能夠更節能減碳 然後我們規劃這個 身障朋友的友善空間 也在榮民醫院這邊 這是全國第一個 結合輔具的利用跟生活重建 把這兩岸功能把它綁在一起 不只是提供給他輔具 生活的重建也讓他能做 3570萬的花東基金 爭取到現在進行當中 我們台東有最多的志工 台東的志工超過一萬人 以人口比例來看 我們全國最高 我們在很多的場合 很多活動裡面都看到很多的志工 現在我們在台東大學跟台東大學合作 設了一個專屬志工的家 將來志工的管理訓練 然後聯繫 或者甚至於志工的媒合派遣 將來都要在這裡 結合我們的創客 結合我們的APP來進行 這個也要把志工做得更好 長照是現在政府很重視的一個重點 長照也當然努力在推動 我要特別講東海岸我們兩個閒置的國小 都要轉型成長照的基地 原來的這個中永國小 還有這個龍昌國小 這兩個基地 其中中永國小已經唯一給基電基金會了 那龍昌國小我們也要準備來做這個作業 要來委外 將來在這個地方 都可以提供長照相關的這些服務 我相信這個對東海岸 整個東海岸線三鄉鎮的這個 長照的這個能力的提升 會大幅大幅的這個加強 然後我們衛生局設計出來的 醫療照護一條龍計畫 這個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在他病患要出院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這個 跟醫院講好就是說 做他出院的這個準備計畫 請長照的專員就去看 然後提出一個計畫 然後引接這個居家醫療服務的這個團隊 讓這個病患他從在醫院醫療機構 跟後面的長照機構 等於整個是銜接起來了 他不是出院就沒事了 很多出院以後後來又再生病 是因為後續的長照沒有做好 那現在我們如果把這一段連結起來的話 他再生病再回醫院的這個機率就降低了 節省很多的社會成本 然後也讓他的這個自主照顧 或者是居家照顧的這些能力都可以提升 這個案子也是其實是很創新的一個做法 我們台東準備要推動這個 那另外講到醫療的部分 我們的緊急救護的這個品質 其實不斷的在提升 這個是我自己非常治好的 我們從這個高級救護隊的這個設置 而且不斷的在推動高級救護隊 都已經看到成效 各位你看到的這張錶 這張圖是我們每年從歐卡的人裡面 把他救活的 歐卡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到達那個事故的現場 那個人已經沒有心跳沒有呼吸了 都沒有了 從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把他救活 這個就是我們高級救護隊在做的事情 沒有心跳沒有呼吸 以前一百個裡面九十九年一百個裡面 我們只救活五個 現在呢一百個裡面我們救活二十二個 超過二十二個 不容易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還在努力 我們現在甚至於從線上跟民眾講 在第一現場我派車去救你 我派一一九派車去救你 實際上還有一點時間 但這個時間你如果民眾自己能夠去做緊急救護 最後成功能夠把那個人救活的機率就高 那他也不懂沒關係 我們他打來報案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他的電話了 我們就打他電話 就在電話上面告訴他 你怎麼樣現在可以先幫忙 這些我們都在做 整個台東的收救 這個緊急救護的這個能力 其實不斷的在提升 這個必須要在軟硬體人力物力的資源上面更多的投入 這幾年我們在這上面投入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想管健心機長常常感慨 他當這麼久的消防局機長 沒看過一個現場這麼重視 這麼的支持他們 然後投入這麼多的資源給他這麼多的人力 但是在這個的背後我要看成果 那就是台東的救災救護的這個能力要能夠提升起來 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甚至於我們的 我們的救災能力可以在人道救援上面輪值 台東的在國際人道救援上面輪值 我們在輪班 今天如果哪邊哪一個國際上發生什麼事情 正好是輪到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派人過去 我們可以到這個能力 這個是被肯定認定的 當然不要說我們台南大地震 高雄氣暴我們都去 我們的臨犬員我們現在收救犬 然後不斷的認證不斷的升級 這都要透過很多的訓練 火災的山域的各種各樣的隧道裡面的 都平常就要訓練 養成這樣的實力才有辦法 那麼防救災的這個硬體 很多車輛老舊了啦 上一次台東那個什麼雲梯車啦 那個也是真的就是很老舊啊 你沒有錢換就沒辦法啊 器材裝備車輛都要花錢 我們最近又爭取到兩億多 準備來做這些充實 還有消防廳設 我們現在準備在嘉蘭在太原都要設 而且這個經費啊 就這麼剛好 昨天在國發會發動基金 我請副縣長因為議會我不能去 我請副縣長代表我去 我們把這個經費也爭取到了 設置新的消防分隊的這個 這個經費也都爭取到了 那麼昨天爭取到光聽射的部分 又多1.6億 1.6億 這都是要不斷持續強化我們的 這個消防的這個能力 那麼這個案子很重要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都還記得去年的5月7號 台東市的這個市區中山路 這邊這個發生這個巷子裡面發生火災 那火災之後 其實消防局我們都很認真的檢討 它最大的問題是 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 消防隊就去到旁邊去到現場 總去到現場 沒有路可以進去 沒有路可以進去 那個管線也進不去 這問題很大 那發生了一次 假如同樣的案件發生在台東其他地方 那表示這個政府是麻木的 完全沒有自我反省檢討的能力 所以我們做了深刻的檢討 在台東市58個商業區 商業區58個接口 現在挑選出28個地方是 如果發生火災是會是搶救很困難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優先處理的 優先處理什麼 你至少不能夠佔用消防通道 尤其是那些你的違建是那種材料是毅然的 這個都要優先處理 對不起喔 那就是拆了 因為這是公共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編列了預算啊 準備去做啊 現在就等著市公所提報出來 行政的程序就是這樣 提報出來 我們準備開始要來進行這個事情 讓絕大多數的我們台東市的市民 是居住在安全的地方 而不是發生火災會出現這種 那個一個接口 每一個都加蓋進來 全部蓋到屁股對屁股塞得滿滿的 中間如果發生狀況 電線走火什麼 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今年要開始來執行的 我們的治安沒有話講 我們持續在加強當中 刑案的破獲率 最近幾個重大的刑案 社會矚目的案件 其實都破得很快很順利 所以這個也是我要特別給警察局肯定的 我們來看清楚 我們要去開了 輝客人的確定 通知不明 請請問 就會到達到 我們去禁止